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多数的错误 小强摇摇摆摆的 在学校后面那六寸宽的砖墙上走着 旁边站着几位瞪着大眼睛 望着他的同学 他们都知道 从墙上摔下来的话 非要叠断手脚不可 但也因为如此 使大家都感到十分的刺激 小强的朋友们希望他成功 讨厌他的人 却希望他掉下来 其余的只是在那里臭热闹 对于常常在墙头上 爬上爬下的小强来说 测验自己的耐力和极限 才是最有趣的事 人的天性中 克服困难和寻找刺激 是一体的两面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肯定 来决定自己的价值 所以在人的面前 我们力求表现 讨人喜欢 才会达到自我的实现 这本来是人类向上进取的动力 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问题在用别人的判断 来做自我肯定之基础 会可能陷在别人的错误中 自古以来 多少在历史中犯大错的人 例如秦始皇 武则天 都是始于听信残言 接受别人的恭维 以后击重难返 自以为实 而自食其果 因为人的标准 都是相对的 会随着时地和变迁 没有永远可靠的话 有人以为 民主是最理想的制度 多数人的意见 绝对不会错 但事实上 也可能多数人都错了 要不然 股票市场 就不会天天大起大落 希特勒的崛起 就是多数德国人 都赞成他的看法 认为拒绝遵守凡尔塞的合约 是德国唯一的出路 同样的 日本人侵华的史实 至今仍然有许多日本人 认为不必为外完成 殖民战争负责 用这种民意 来治理我们政治治理的国家 有时候也会落入 祸国殃民的错误中 我们需要一个 永恒不变的真理 做我们生活的准则 和与人交往 关系的基础 不是靠着人的意见 来肯定自我 除非人类 有神绝对的真理 做标准 并且以神的肯定 为自我价值的中心 我们不可能 能够和谐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人性中 确实有喜欢走在 错误边缘的倾向 美国总统 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 经常 划重取宠 注意大多数人 对他的夸奖和支持 而没有原则 跟真理 做治理的标准 如果想要用民调 来统治国家 最终会掉下来 粉身睡苦 我们应当根据 上帝的真理 来生活 就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了 愿神祝福你 谢谢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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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愿意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